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大家早晨 因為 出街的時間應該是 8月3日 星期一 今天有位嘉賓 我們在英國遇到一位 朋友 今天客串做一集節目 這位朋友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細N 如果聽到我們節目久了的話 也可能會有一點印象的 有一個類似的名字 百姓也有幾分類似的 希望大家認得 因為很多年來沒有參與過節目 有些聽很久的會知道你是誰 我們在這邊英國 竟然都可以相遇 現在有了互聯網 其實真的是 天涯若比林 證明香港人要逃亡來英國 香港人 我只是想說要多謝加速師 令到我們 我都看到這裡有幾個香港人 大家同樣都是 其實現在你上網看 很多YouTuber 都介紹 多了很多人 講英國移民 過來買樓 遇到什麼事情 或者有什麼壞缺點 不如一會兒講講 大家都可以拿出來討論一下 我們來講講 其實你過來是做什麼呢 主要是跟兒子找學校 要找區 其實很重要的 有些人都看過 你那間學校 跟你那個區 其實只是拉八尺 這麼簡單 你來得越近的話 就修理機會大 當然 當然要看你那間學校有沒有空位 還有這裡都是分幾種學校 有些叫什麼 Public School 有些叫做 Gramural School Gramural School 好像我們那些什麼女拔 男拔 那些東西 難入的 就是 你自己 撿生了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在一個區 你真的要自己來感受 有時候大家都試過 Jody Air B&B 或者Jody酒店的時候 看到很漂亮 但人家就丟臉 引惡陽線 現在都是找學位多 是啊 就是找小朋友找學位 找學位 因為現在英國政府 BNO人可以有18歲以下的子女 是免費教育 就是免費的教育 變成我們真的省了很多錢 這些以前我們說的 不知道是不是2000萬投資 才可以做到的事 差不多 現在真的可以免費給你 所以這次主要是租了一輛車 由倫敦駕駕駕駕駛上去 最北邊的 禮物店 感受一下當地的氣氛 還有就安裝了一個App 就是看樓的 去到方圓 例如說是一公里兩公里 看看樓大約價錢 而且你要感受一下社區 看看裡面是什麼人 這裡有個好處 有很多網站 可以看到那區的罪案律 有什麼人種 還有英國政府本身有個 網站是講學校的 Ranking 待會我可以給你一個 放到連結 可以給一些 聽眾可以 自己看回 讓我先 等一下 訂閱Patreon 另外 很簡單 到時你只要需要打回地區 又或者是Coding 英國有一個Code Area Code Code 那六個位 這樣 找好了 主要就是這樣 法國 其實倫敦不是一個好地方 選擇 因為我問很多 英國人 其實現在住在倫敦 多數都是一些 因為你很有錢 不是白人 不是白人 或者是俄羅斯人 總之是其他種族 真正的白人 好像我這次去過一些鎮 搬回到鎮 搬回到鎮 我這次去了 例如 Reading 和 Nottingham 是沒有什麼 亞洲人 即是 枉論說華人 其實去到你很少聽到 即是主要是白人多 主要白人多 我好像 那麼多黑人 穆斯林 少 我這次去 我們說 Nottingham 我們的酒吧 基本上全白人 只有我們兩個中國人 通常可以兩個人去 只有兩個人中國人 還有那裡的消費 是低於倫敦 很多很多 就是樓的那方面 其實樓除了倫敦之外 道道也便宜 其實倫敦是特別貴的 我打個比喻 在利物浦 最便宜的 常英國 其實不是很差 也不是的 一定有更差 我以大城市來算 住得下的 有些小的 只有幾百戶 你不要住 但是以利物浦來說 好像 我在網站上看到 大約是 有些是一百萬左右的 已經有兩房 那這裡 你看房子 不會有多少尺 有多少尺 有多少間浴室 廳 所以為什麼 你還說 有時候我們會 去延場 去 聞一下 味道 有時候你知道的 其實是 香港人 很喜歡 隔山買牛 外國的樓 尤其是英國 就不應該一般來那裏就要買樓 大部分其實應該先租了 這是很多英國人的建議 你住了一個區 習不習慣 你真的可以習慣到才買 其實英國他們 心知肚明 英國地方太大 樓 不會怎麼升 海量供應 海量供應 就是 香港人 覺得像香港一樣 看得漂亮 是香港的 香港 如果香港 這裡要多少錢 經常都說如果 問題是這裡不是香港 你說得沒有錯 這是我們腦海的錯誤 其實我們看的時候也是這樣想的 我們到了金師掌碼頭看到樓盤 兩房 港幣這麼便宜 港幣是一百萬磅 香港起碼是幾千萬的 有些別墅才一百多二百萬磅 我們覺得很便宜 但是呢 其實這裏來說很貴的 你用香港的標準 香港起碼的名字你又不懂得讀那些 三萬五萬尺那些 大陸的人說來很便宜 當然因為他們的錢不知到哪裏來 他們不用經過努力的 他們是不便宜的 但他們覺得便宜 我們香港人覺得傻子才買吧 還有我們來到這裏 其實我們香港人 中谷一班將會來的人 我們要改善一些心態 例如說車一定要駕駛 車一定要駕駛 當然啦 如果你是在倫敦的話 你住在市中心 你可以打巴士的 他們叫Metro 叫Metro Tub 當然啦 試一些中心可以 但如果你是在歐山倫敦的話 其實你在Birmingham 其他地方基本上都要駕駛 還有我們的心態要改變 剛才你說除了一些銀碼 我們要改善之外 絕對要啦 這裏的房子通常是一兩百萬以下的 還有我們千萬不要來這裡 鹽三鹽舍的話 哎呀 這麼不方便的 出去買不到些什麼呀 想吃點心 沒得吃呀 其實我都問了 那你應該留在香港啦 沒錯啦 怎麼香港有生命危險呀 生命危險就不想吃點心呀 對呀 生命危險 Fish and cheese 很好呀 不得你吃薯條 你要自由還是要點心呀 你要去吃橙才知道呀 黃家飯呢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杯 一杯把橙放上去 不要跌股 所以我也有一些做廚房的朋友 來了英國很多年 他都說 其實現在 唐餐開始沒落 因為沒有人入行 錢很難請人 我朋友滲到樹葉也下來了 很難請人 很多網友都建議我們千萬不要做唐餐 為什麼呢 因為 年輕人的一輩子不願意入行 什麼原因不願意入行呢 因為做唐餐或餐廳 基本上 不會放到星期六日 星期六日公眾隔離必定要上班 而那些年輕人其實也想出去 他們覺得如果不出去 跟朋友一起 他們會冒出一個朋友圈 他們所以不會入行的 剛才 我一來到已經跟你說了 英國簡直是劣食之刀 其實我有一點 想法的就是 例如說 為什麼會劣食呢 他跟我說過 現在他有很多餐 根本是要做定的 例如說 大廚 趁在那裡的時候 炒好一些東西 來到的時候 叮熱 或者 你說的是唐餐還是什麼 唐餐 唐餐 例如說 咕嚕肉 那些 煮回它 煮回它 所以 越賣越便宜 起不回 我好像看到一個 不知道 咖啡雞飯 什麼 五磅幾 那你哪有一升 其實五磅幾 以前都是這個價格 當然 通脹 五磅幾是偏一點的 在唐人街也要10磅 吃了那些炒飯 他們有這樣的地方 我剛才說的 是葉攝育治 這樣便宜很多 變了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 你一直不靠一些 立刻煮食那種 以前也叫做立刻煮的 現在變了 每次都是煮回熱的話 那些鬼佬 其實你以為真是傻的 他都吃得出的 現在是退步了 以前我們在巴黎的朋友 他真的要煮點心的 真的要自己用手煮點心的 現在全部都是工廠做好了 工廠機做 工廠機做 來到這裡就蒸了熱 我純粹做蒸 那些就像公仔煮點心的 除了搶粉 搶粉不行 因為搶粉裡面 你都要拉的 但是變成了 點心店就變成 全部都是蒸 變成一些倒模式的東西 令到整個餐飲業 其實他自己都 反而有日本餐 泰國菜 那些 Fusion菜 他都說開始 還有得做 當然 還有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很貴 4磅幾 5磅一杯 很貴 還要不少 很貴 其實如果你去到那個 有心來這裡的人 你去看看 飲食其實是心機錢 心機錢 還有 你是沒有隔房的 人家最開心的時候 你就要服侍他 我最近看了一個報導 說有一個 IT的工程師 同病相連 過來這裡 找不到自己的工作 為什麼呢 做IT 照他找得到的 真的不知道 可能 他是做project management 會不會是 可能語言上 未必 融入到當地 就算你在香港讀大學 來到這裡 未必會是 跟一個 culture 你不知道 是不是 結果他 後來 都是做珍珠奶茶 所以你有心理準備 但是 有些行業 都還是很等人用的 例如什麼呢 做水管 即是做水喉 水喉 水喉 水喳 水喉 水喉 水喉師傅 開鎖佬 裝修師傅 裝修佬 水喉師傅 水喉師傅 即是粗俗一點說 這裏的藍嶺其實就不會太差 一向都很貴 其實我們香港人如果做在文職 來這裡 我問了很多都 大部分都找不到工作 就算你在這裏讀 MASTER 我有朋友讀了MASTER 其實都難找工作 他做藍嶺就可以 他過來想做白嶺 對MASTER 就讀了藍嶺 這個很大衝擊 不如不要讀 很多人放不下 真的放不下 問題是人家寧願請白人也不會請你的 因為根本你無法融入整個 你都不知道 即場 幸好何人放得下 真的要的 如果你說 到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倒垃圾也要先做 我就強烈建議 除了疫情之外 你能夠真的想過來的話 都像我這樣 過來走一轉 例如我走回十幾二十天 那我就去了七天 還有十幾天 要再看真點 哪個城市適合你 其實都要看過才知道的 一來 第二來你要多問一些人 還有多看一些人 現場的一些 八卦一下 我就要看什麼呢 連那些 店舖的門口寫的東西 多少錢 招紙 又或者 他請人請什麼人 有些 對這個城市了解多一點 你盲頭烏鷹 一下子衝過來 一下子衝過來 真的死定了 你一定要知道 還有帶你整家人 所以你一定要來這裏 整件事 你自己了解了 我覺得最重要是 你想想來這裏怎麼維生 除非你說 香港 不要緊 我有三層太古城 賣了有三千多萬 來這裏 或者不用賣收租 一個月有六萬元租收 來這裏都做皇帝 對的了 例如利物浦 如果去一些 不要太 誇張的地方 六七千元已經租到 兩房單位 即是七百多呎 我自己看了很多網站 再便宜一點也有 可能隔壁有個 差一點 有個頭油頭 包到落尾的 包到落尾都不怕 最怕你是那些 有精神問題 現在很多人去了利物浦 黃番區 他也帶了我去看的 一些地方 雄番區其實也挺恐怖的 變成你不減下車 你下車的話 你自己也要提升吊膽 會不會有些東西被人搶 說有這樣的地方 我們收回來 有個網友跟我說 我以為一個地方是先景 深圳他說 原來那個 那個城 我不說哪裡 我肯定嚇壞大家 他說是不是 用刀最多的城市 挺害怕的 小刀會 小刀會 其實 你真的要自己來 問多些人 不止於問人 好像我自己住 我們正在搞這個合作社 就是希望 可以把這裏的 資料 情報提供給大家 接下來我們就會成立了 希望盡量幫助多些香港的朋友 我們知道會有很多人過來 很多人過來 如果你去找移民顧問 他們會把你十萬八萬 甚至乎幾十萬 但是那些資料 如果你認真去找的話 你可以上網找得到 如果我們有網友 將他們的經驗 在這裡住了幾十年 其實有很多的 有幾十人 甚至百人聯絡我們 到時我們就可以把資料提供給大家 所以大家 一來不用被斬 二來 亦都可以 更加知道這裏的情況 起碼你一來到的時候 一班人 你可以大家 照應 有些工作機會 也可以 合作社可以做到 大家可以補出自己的 專業出來 哪一方面最熟 哪個城市 有什麼知道的 例如我們輸入的資料 我們就類似那些 配對網站 例如買樓 有客人登入了 我要買四百呎樓 兩房 一堆人放盤 你就給他 他也可以選擇 單位 服務也是一樣 我們需要找學校的 你就打學校 需要找屋的 又找屋 或是需要在這邊 了解哪方面的東西 比如想過來創業 各方面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多些資訊 這裏駕車 我覺得是 很亂動的 例如說 那些車子 都很亂動的 你們要收拾 而且要小心一點 我昨天差一點 被人抄了一張牌 原來 這裏就在 沒有 任何提示的一速度之下 有街燈的地方 有街燈的地方 有街燈的 拿一張國際牌給他 遊客 還有我來這裏 剛剛來的 就是幾天 他就 算了 其實抄了一張國際牌 他做了很多功夫 所以他都放過 但是他記錄下了 還有其實這裏的 交通是挺先進的 現在全部都用了 還有車頭 沒有了 那個 那個 即是我們這車 是沒有那個行車證的 他全部用了那個車牌 因為今天我問我 葉兆治的朋友 他都這樣說 現在認你的車牌 可以了 還有這裏有些東西 是挺先進的 例如入停車場 我曾經試過有些停車場 是沒有閘的 不過呢 你臨走的時候 就輸入車牌號碼 就給你錢 計算了 即是他進來的時候 已經低了 其實這些 說真的 不是一些很先進科技 有個 認到車牌的 CAM 然後入個 中央的SERVER 然後 計算你 就全都 這裏還有這裏 其實還有一件事 大家不用多帶現金過來 我朋友都說 試過有人做代購 很多錢 在大陸 他代購英國貨去大陸 拿著一筆錢之後 然後他找人用地下渠道 就打了過來 拿了一筆現金 打算入到他的公司 接著他回家說 你不要債 即拘捕你 因為這些是洗黑錢 他寧願將一間公司 立即 減掉 然後你的現金 就慢慢洗掉 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用一些 Virtual Bank 我們來這裡的信用卡都可以用到的 沒錯 我換了500磅的現金過來 我這麼久沒花錢 全部都可以付卡 全部都可以付卡 然後把機器給他花架 那就trace到你了 知道你在哪一家當 你光顧開哪一家 大數據嘛 記錄開你那個 召忌的喜好 沒錯 20分鐘了 我們這一節就講到這裡了 拜拜